绣林乡的从德海边 每到夏季就会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 从事立甲或是独木舟等水上活动 但是由于活动的区域 与当地的定制渔场重叠 让渔民相当头痛 也因此造成水域上的冲突不断 定制网渔民跟水上油漆业者在海上争执 活动水域 花莲绣林乡从德海边 定制网渔民的作业区域 跟水上活动水域重叠 导致海面上险象还生 定制网作业三板高速化过独木舟 船尾浪让独木舟摇摆不定 甚至还传出三板撞上独木舟事故 教练 拜托你们离开渔业区好不好 因为我们当初就已经讲好说 大家会有就是他们在那边用渔场 那我们玩的地方就是大家互相 其实也没有说也没有硬性规定说 不能怎么样 冲突跟问题就只有持续扩大 主要是什么 主要就是业者说他们没有办法辨识区域 定制业者因为突然间接到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他们来讲有一些感觉到就是不能适应 但是整个水上的活动你势必要去发展 阿伯不要这样啦 不要上海中人去啦 虽然海上状况不断不过水上活动实在太受欢迎 花莲丛的海边目前共有25家业者 虽然都表示不会进入渔场作业范围 不过冲突事件并未减少 花莲县府观光处6月18号特别邀请 渔民跟水上活动业者一起律定双方的活动水域 目的我们就是为了要律定一条这个海上的界线 我们是用浮球的方式来区隔两边各自的活动方位 互不群扰 虽然县府用浮球在海上划出活动水域 但还是会有观光客侵入定制渔场 县府表示如果违反规定 可处游客1万到5万以下的罚款 而业者也会处3万到15万以下的罚款 同时禁止水上活动 记者众好报道